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拥有热共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以及藏族文化玉树三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如今,青海镇致力于活泰传承雪域藏文化。 记者从热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管委会了解到,目前该保护区有各级非夷名录项目322项,批准设立非夷传习中心47家,传习场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 热共文化艺术目前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座名录和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热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成立以来,先后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以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热共艺术展。 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青海省国洛藏族自治州被誉为中国格萨尔文化之乡,使中国格萨尔文化资源最负极,表现形式最具特色,文化特征保持最完整,说唱传承人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近三年来的话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加强这个核心常观建设这一块,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格萨尔博物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石龙宫殿的这个附建和布展的这一块,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中间呢就是隔离传息传息传说的建设这样,这样以后的话呢,今年呢就是格萨尔博物馆和石龙宫殿传息基地的这个布展的话呢,今年五月呢将全面完成, 而七月之前的话呢能够呢就是开灌云心。 据了解,2016年底,格萨尔文化果落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落实项目资金2290万元人民币,以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近年来,青海三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断健全,所有的传承艺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非议文化记录也更加有效。 我们通过这个加大资金投入呀,加强传习中心建设,加强飞衣项目四级名录体系建设, 以及就是广泛的开展这个飞衣宣传展示展演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呢,各个保护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说这个热共文化生态保护区,它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就是家家从化,人人从事非议保护,也就是热共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局面。 又比如说这个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格萨尔这个说唱的艺人呢逐渐的增多。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非议处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品牌建设, 争取将热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打造成为多元化的研究基地, 让更多人参与到热共艺术的传承保护工作当中,将格萨尔文化果肉生态保护实验区打造成为群众普遍认可的格萨尔传承基地, 不断发展各类格萨尔藏系团队,着重打造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传统歌舞以及玉树赛马会等传统文化活动品牌, 进一步推广青海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